你信命吗 他们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幼声 而且你打开朋友圈 一到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 就这些什么破太岁的呀 帮你办太岁的呀 然后什么拜太岁的呀 比比皆是 嗯 我跟你说啊 这个太岁 太岁你们记住 不用在意说的每年呀 怎么叫犯不犯太岁 明白吗 为什么你听我说 所谓的什么犯太岁 害太岁 冲太岁 行太岁 以后大家听好了 不要介意这些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同样一个属相的人 他的生辰八字的排列组合不一样 有的人家这个生克制化 就把这个所谓的行冲克害给化解了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如果说那我想问你 如果说真是 比如说冲太岁 那么所有被冲的这些 这些人 都得有事 那实际上是这样吗 不是 怎么可能 如果说要行太岁 或者害太岁 那都得有事 不是这样 对 所以说 所以说你们千万不要被朋友圈的这些东西所影响 再一个他们也是为了互相的这个私欲流量 他们把你们给弄到这个APP上去 APP上 然后他们后边有一帮混了 在那儿这个 这个这个 拿这个微信啊 忽悠你 还有很多特别 这支图 你不用 你不用 还有很多其实特别简单 你可以照一下他 你滑一下 对 就是包括 你不用 不用搭理他们 包括这些 很多人是为了这个 你不用看那个 你听我说 每年做这个是在赚钱的嘛 就是他的主营业务 就是化太岁嘛 给大家 对 我告诉你 这些是怎么流传的 我跟大家说 为什么朋友圈铺天盖地的 这些年都在流传 是背后有推手 是这些想骗钱的 这些骗子公司和个人 他们在炮制一些这些东西 包括从香港的那些骗子那儿 copy过来的 他们在忽悠你们 忽悠他们的团队 他们有一个 他们各自为战的小分队 不管他们这方正是五个人 三个人 还是三十个人 三五十个人 因为有很多骗子公司 在华贸国贸一带 租了大办公室 大写字楼 租了办公室豪华呀 比上市公司都大 他们干嘛呢 他们就是把你们这些信众 这些特别害怕 害太岁 行太岁 犯太岁的人 拉入他们的微信群 然后人家 人家不会有人 跟你打电话 跟你算 也不会面对面算 他们不敢 因为他们不会算 他们怎么办呢 把你们的年约日时 输入生辰八字 知道吗 不是输入这个APP 但是现在这种 一对一的大师 他们每年也在做这个呀 就是不是说 非得拉到群里那些人 这些一对一 给你看的这些大师 也在搞这些事情 而且还有这个 你先听我说 他一对一的也有 但是我刚才说的是 集体作战 你待会儿 我再说这一对一的啊 集体的这些团队作战 那是怎么着呢 把你进来了 你把年约日时一报 他们把你的年约日时 输入APP软件 生辰八字APP软件 然后呢 底下有很多链接 很多煞 各种煞 各种煞 跟满天星一样啊 然后你随便点开一个 你就心惊胆颤 然后这里边 哗出了一大堆话 说这煞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然后紧接着这些片子 就在微信上给你算 微信上给你算 不会说大段的话 会给你说 你一句一句的说 其实这一句一句的说 是怎么回事呢 是后台有一帮人 每个人说一句话 其实是一帮人 在给你算命 然后目的就是说 最后你得划煞 得消灾划煞 然后呢 得找我们的人 我们的人呢 在道观里 找师父 或者说我们的人 再把你的名字 写在这张符上 给你烧了 然后念念口诀 给你烧了 你呢 给个五六千 万八千 一两万 这个话煞消灾 后来呢 也出现了一帮人 像格格刚才说的 是单对单的 这单对单的 怎么办呢 你记住格格 我问你一句格格 一对一的 在网上算命的人 有几个算得准的 都是心灵鸡汤 不只是网上算命的 我们在现实生活中 遇到的这个 就是其实现在我认识的 所有的这些 在搞命理的呀 搞玄学的人里面 只有您是 没有在搞这个太岁 这个事儿 剩下其他所有的人 这太岁是他们每年 一大部分收入的来源 他们就在靠这个 为主营业务 甭管是通过什么方式 有人在卖花太岁锦囊 有人在做花太岁法事 你看格格认识 很多所谓的大师 他说就我一个人 从来没有 花太岁 从来没有给人家弄太岁 这些小儿科 我就说这些小儿科 刚学会俩小时 我如果培训你们 你们三天 我不用 我现在就可以给大家弄 一至三天 你们全都会 但是就这些小儿科 这些相当于数学里的 他们一加一 这种东西 竟然每年骗成千上万 乃至上亿的人 对 那么多人 等于是 这个白花花的银两 对 真金白银就流进这些 这些人的腰包 但是还有每年前扑后继的人 上当受败 对啊 这是一笔超级大的生意 这个噱头 对不对 所以就您刚刚说的 就是这个土地 它就长这个东西 这个土地 不怪乎说别人割你们韭菜 因为你们愿意 韭菜长太快了 你愿意被割 你们长得太快了 因为你们愿意当韭菜 对不对 所以说 我再说一遍 刚才的那个啊 我没太展开了说 我简单说两句 所谓的 泛太岁 冲太岁 形太岁 泰太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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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不要理会 为什么 因为 比如说你这个属相 泛太岁 那我想请问你 你这个属相一年 有在 天干地支 跟你一样的 多少人 对 对不对 跟你不一样的 有多少人 中国大陆在一个时辰之内 也就是两个小时之内 会出生多少人 怎么可能说的 每一个属相的人 在每年都同时犯泰岁 冲泰岁 不会啊 比如说咱拿刚刚过去的 这一年说 2022年人银年虎年 对吗 跟人银虎年冲的是猴 难道说去年 2022年所有属猴的人 都倒霉吗 没有 我周围就几个都很好 对吧 然后这个 互相相行 跟什么 虎跟什么相行呢 虎年跟蛇 和猴相行 就是一个开门的开 加一个竖刀 难道说所有的属蛇的人 在2022虎年都被刑了吗 一切都是定数